女孩意外捡到500年前的漂流瓶 里面存放着灭绝的天花病毒 谁料突然手划漂流瓶被打碎 病毒瞬间进入女孩体内 不久后便长出大量红斑 并伴随着36度8的高烧 还没等医生弄出个所以然 女孩的父亲也出现异常 不仅眼睛充血变得通红 口眼鼻还不断流出红色的鲜血 老村一见此顿感大势不妙 连忙把捞头送到隔离病房 时间才过去了三五分钟 捞头就已经神志不清 并快速陷入了昏迷之中 医院马上启动一级戒备 并请来知名赤脚医生嗨老 经过观察女孩的病例情况 此时他身体长出大量浓疮 而大脚板却非常光滑正常 病情貌似得到了缓点 然而捞头却已经命选一线 嗨老经过调查他的病例得知 捞头早就患上绝世知症肺癌 现在癌细胞破坏了免疫系统 好在天花疫苗已经非常成熟 除了传染速度快并不会致人死亡 嗨老马上就给捞头注射疫苗 没想到不久后就出现一场 捞头对天花疫苗产生严重排忆 看到他流出大量的血氧 说明捞头肾功能遭到严重破坏 虽然医生马上做出急救措施 还是没能挽回捞头的生命 随后嗨老调查了大量的资料 一起沉船日记引起他的注意 500年前一艘游轮上 由于船上的奴隶感染上天花病毒 为了阻断传染的源头 政府用炸弹连人带船击沉在海上 日记里还提起一件诡异事件 当时船上的猫吃了老鼠之后 不仅全身掉毛病快速死去 嗨老越想就越觉得不对劲 老鼠身上不可能携带天花病毒 但老鼠却会携带立刻次体病毒 跟天花病毒的症状非常相似 为了验证自己胆大大的猜想 嗨老马上闪现到捞头的病房 开始四处无死角检查尸体 当看到捞头身体上的黑卡 确认他百分百感染的是立刻次体病毒 这种病毒跟天花唯一区别于 病人发病的时间比较急促 对症注射了一秒 不到半天身体就恢复得七七八八 一场生死危机才因此而解除